Hello,大家好,我是野晨峰 我现在去参加我们的毕业预答辩 其实看到我有点紧张 因为去年预答辩的时候 是不是也被对的可查了 等会我会把我答辩的过程录下来 关于业绿体全清楚的文献 他们都会研究职务的体验关系 所以他们之间是可以关联的 主要是比对他们之间的一个性状差异 然后呢,去结合业绿体全清楚的数据 去分析他们之间的一个总线关系 当好被去他们边界的收货铺的当行的话 然后就是聚心得了 你这有些站的人家都不看不懂 然后你这个事用很小 你如果你接到哪个地方是重要的 你能够红色的东西把它全安住来 你走着门掉的人家怎么去看 为什么要这样做 我就问你,我就老想这个 你自己给自己找矛盾 是 一般来说分子标记的信心量如果越大 结果会有可靠的 理论上来说是这样 那你把它做成了四个小顾客 这肯定呢 你想如果分子标记 如果这个紧弱以后肯定会有差异 这不用讲 因为你片段又爽 应该来说它的结果又不可靠 而且就算是出现了这种分歧 关键是你下不了结论哪个是准的 你现在能下结论吗 你就告诉我好像四个 你四个是一样的 还有这是自信度的问题 你问题是太小了 我根本就看不见了 你这自信度就 剧内的自信度是非常关键 人不能剧内心 人不能分类 你自信度来 你都没有告诉我们自信度 看不清嘛 其他那四个资料都没有 有种的就够完了 如果你就四个做成自信度 那里可以 如果你这个文章 如果要接下来要画得好 你就把这个分过区画出来 那就非常好了 这比有重点的 你只说一个是成金种 这个还合适 刚才我本来想 就是有人家那里还有一个问题 这个密速度这么快 用来做系统进化 这合适吗 就回去这样考虑 我们以前一般不做 几乎太快了 来做这个群健的信度 我们预答便完了 从下午的五点半弄到了晚上十点多 总共是有十个人参加预答便 其中有一个是博士 每个人讲PPT是15分钟 然后导师提问是15分钟 博士的话时间是一倍 一般正式答便前都会有一个预答便 去年预答便的时候呢 是被怼得可惨了 今年相对来说很温和 因为台下的导师比较少 去年参加预答便的导师比较多 对于这些导师来说 我们研究生写的论文有点low 可能会有一些比较明显的错误 需要在正式答便前进行修改 之所以有人说预答便是批斗大会 因为很多的硕士研究生 对自己写的论文呢 不自信 心生胆怯 导致在讲PPT的时候呢 就是比较紧张 然后一紧张就可能出错 其实这真的就是一次学习机会 好好的根据导师指出错误进行修改 一般预答便完大概一周之后呢 就是正式答便了 而预答便的PPT稍作修改之后呢 就可以用于正式答便了 好了这期视频就分享到这里了 下期视频见 拜拜 拜拜